那麼國民黨說 朱立倫親自上陣吧 你是組出來不上陣 侯友宜 朱立倫 你應該自己上去談吧 跟柯文哲 侯友宜三方會談 柯文哲今天透露說 我已經見過朱立倫跟侯友宜了 另外 我還是 我也不會拐碰跑去 國民黨還是主力 另外說 最快下禮拜公布討論的結果 柯文哲要公布 跟朱立倫 侯友宜 討論的結果到底談些什麼 另外柯文哲也主動邀約 說下禮拜四好像要開記者會 說這是他主動邀約 希望達成政黨輪替的目標 當時跟國民黨的侯友宜 跟朱立倫見面 好像柯文哲說我是邀約他們的 侯友宜陣營說 已經的確見過了 因為當時講對外面發表 他們都沒講 那既然柯文哲講了 他就說正直是謠 細節問柯文哲 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說 是柯文哲主動提會面諸侯的 的確 柯文哲也這樣講 說不要那麼強勢 你柯文哲 趕快要談個折衷辦法 然後是堅持你的強勢是不行的 另外朱立倫也說他見過柯P 說內容含選前選後 政府總統都談過了 都談過了 有沒有結論呢 也沒講 另外 侯友宜辦公室也公布 他的民主初選的規劃案 說希望柯文哲坐下來 我們好好談談 幾%就是不行 你不是什麼50 50 60 40 30 也可以談一談 你都不談 侯友宜辦公室也承清 我不是反對你的民調 我是反對全部是手機民調 或是50%是手機民調 因為這個 全部用手機民調是有問題的 民調專頁認為是有問題的 另外侯友宜辦公室說 不要低估國民黨知己知彼的判斷力 另外也不放棄藍白河 說趕快二次會吧 才會了一次上禮拜六 會了一次這禮拜都沒進展 唯一的進展是黃先生拿出來說 我們的民調就是 100%手機或是50%的手機 這沒有改變 侯友那邊提出來就是說 好吧 我們可以50 50 或60 40 70 30 所以趕快還是二次會吧 都不會 光這邊喊話有什麼用 侯友辦就說不要添彩火 就是不要添吵架的彩火 而且目前球在對方手上 你看你怎麼打 你柯文哲到底要怎樣 另外TVS在10月11號到11號做的民調 這個民調是四化五百億四個 手機五百億四個 幾乎是一半一半 同不同意跟下架民進黨 有非常同意45% 還算同意14%加起來59% 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18% 不太同意12%加起來30% 所以換句話說 有將近60%的人 還是希望能下架民進黨 另外這是台灣民意基金會做的 做的民調就是最新希望民進黨下架的 有53.5% 上次是47.3% 就是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 不希望這次有53.5%不希望 上次47.3% 所以也不過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就是有跌了 民進黨又少了7個百分點的支持度 7個百分點就算起來是135萬 有130萬人認為說不要民進黨繼續執政 不要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們看一下 還給人民一個共産好不好 好 來到高雄美農天后宮參拜 卻不見藍營小雞前來 倒是民眾黨立委參選人卡在最前排 好 那今天國民黨委屈一點 接受你柯文哲的民調 不管誰勝出 都是國民黨組合 總統人選全民調配合柯文哲 至於藍營全權組合 這樣能不能合 我跟柯市長的溝通一次都非常的盛長 我們一定會做到 希望大家都能夠並肩作戰 現在現場組閣 侯宇似乎覺得太早了 倒是柯文哲 如果跟國民黨合作 當然國民黨還是主力 藍白一定要和 柯文哲再透露已跟諸侯都見了 跟諸跟侯見面 這都有啦 其實都見過面了 剛才不是說我跟侯友宜見面嗎 聊天 那是有聊什麼吧 聊天 那什麼時候會來求主委員會來協調總統跟立委員會 下禮拜四會公布 先談組閣 一致目標是找到勝選組合 老闆 柯文哲見過朱立倫 也見過侯友宜 這應該是秘密會議吧 因為沒有人知道 他現在沒有得到對方的同意 他可以決定說 下個禮拜我要公布內容 公布他自己的 我不知道 我在想 朱主席跟侯友宜 皮要長得這樣 要長得等 因為輪到柯文哲演獨角戲 絕對沒有你們的亮點 絕對是他又知道 製造聲量 然後又站在他那一邊 好處又站在他那一邊 所以我覺得你聽我的一句話就好 你們在你們的記憶當中 柯文哲有沒有講過 藍白河這三個字 有沒有 我請問蔡壁如 他有沒有講過 藍白河這三個字 他講在野整合藍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講藍白河 他就是跟藍軍的 尤其是深藍最友好的一場 就在中華戰略學會 他在中華戰略 大家興奮 鼓掌 他有講藍白河嗎 沒有 他講說會合 不用擔心 大家就鼓掌 他藍白河這三個字 我記憶所及 如果你們回去查過去的資料 他有講過 讓我道歉 然後柯文哲這麼在意 民眾黨的成長 對不對 民眾黨的成長 他的養分來自誰 來自國民黨 他的養分絕對不會來自民進黨 他是希望民眾黨 最後成為第二大黨 把國民黨甩開 變成第三大黨 所以再怎麼講 國民黨要醒過來 柯文哲不是那樣好心的人 他不會去成全國民黨 再度奪得政權 讓他這個第三黨 永遠沒有成長的機會 會嗎 你就想想看 這個是人情意義的推理 所以我覺得柯P 柯P這麼看重自己 這麼看重民眾黨的人 他也從來沒有講過 不只沒有講過藍白河 他也沒有講過白蘭河 你不覺得奇怪嗎 他應該偶爾幾次 也要講一講白蘭河 為什麼他從來不講白蘭河 他是自甘小喊的 你知道 他是自甘 他是 他也講過關鍵第三黨 他是小 他也講得說國民黨比較大 但是對方 我覺得主席講得最好的一句 就是說柯P是趕快的 侯友宜是傾傲的 所以侯友宜的包覆 侯友宜的歷史使命 歷史負擔何其重大 你說光看一次 五個民調平均一下 我就沒了 我就國民黨就沒有候選了 這個何其嚴重 所以親愛的人看到很多 那個肉感媚 你聽懂嗎 就很多 他能夠進去歐白蘭嗎 恰開 刺繳 歐白 粽狽回來了 洗腳洗洗洗就好 沒問題 所以國民黨 你當然不願背負破局的罵名 但是你小心你聽我講 最後是會怎麼樣 我已經盡在不言中了 你認為最後合不成最後就是了 對不對 蔡委員 對 因為剛剛他講說 坑文子從來沒有講過藍白盒 大半民眾黨裡頭講 因為說真的 我們還是要承認我們是小黨 才成立四年的黨 基本上我們真的是小黨 我們在立法院就有五席不分區 所以還是要成立自己的小黨 然後實力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一次之前 上禮拜會面之後 也各自抒發過 那個黃金組合 黃金會面 兩個人都花過脾氣了 坑文子從來說 你如果這樣搞你自己就算下定了 但是大家冷靜下來之後 當然還是有很多民意就會跑出來 剛剛趙先生講的 六成的民意都期待大家要政黨論替 所以這些各政黨的領袖 要能夠自己去思考 老百姓的心在哪裡 策文我打斷一下 你們內部開會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藍白盒這三個字 我跟你講 有 有時候會講 但是他在外面 你真的是很少聽的 像我基本上 我也不會去講藍白盒 像我在台中第一選區 我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團結 所有可以團結 集中選票 因為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頭 不是只有國民黨跟民眾黨 其他其實很多是中間選民 還有一些小黨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小黨 還有五黨 還有五黨 我們會去講說集中選票 我們會去講在野整合 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柯 昨天早上寫了一個LINE給我 我不知道他的是在抒發情緒還怎樣 他就問我說 你在那邊選得怎麼樣 沒有時間管你 他說我們在台北 每天都要應付藍白盒 你看他寫了藍白盒 他說不知道你那邊的狀況 我們這邊合作的目的是 要贏得選票 國民黨那邊好像只是要設計 一套選舉辦法來贏過柯文哲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跟對方 能夠來合作 目的是要能夠來贏得選舉 然後明年2024來政黨輪替 所以他昨天就寫了這麼一段話 他說我們就 我沒空管你 我們就各自努力 所以基本上剛剛審老說 都不要講過藍白盒 我就突然想到 他昨天寫了一個將來給我 就是說 就是他每天都在台北這邊 應付藍白盒 那到底是怎麼樣 他也很想要 就民眾黨也是很想要跟 在野整合出一套 能夠來翻轉2020的政黨 因為藍白盒只是一種講法 不表示只有藍跟白盒 五黨籍還那麼多 就是其實只是說 也不適合藍白 就是柯文哲跟何友宇能不能合 對民眾黨就是一個柯 不過現在麻煩是說 這兩個人如果分別去選 都選不上 合在一起有機會一拚 還不見得就贏 就像連送配那個時候 開始也很高 後來搞半天 拉得滿接近的 兩顆子彈就輸了2萬多票 所以基本上這個 但是我剛剛聽你講說 柯文哲還是希望2024政黨輪替 對不對 我覺得這很關鍵 因為柯文哲不願意說 下降民進黨 但是還是這樣 他寫給我的就是說 我們這邊台北在 每天都要應付這些藍白 我們是希望跟對面 當然是國民黨 合作是為了要贏著選舉 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我覺得柯文哲今天講的 其實已經很明確了 就是說國民黨還是主力 其實他這個就是在回應 趙先提出來就是說 尋求藍白 還在加上郭台銘碼 就是你選擇一個 能夠組合得出來的 最佳的一個勝選的方程式 方案之後 組合權交由國民黨 我覺得其實柯文哲是接受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今天提到說 對 他今天提到說 朱立倫有拿資料給他看 就在強盜聯合政府的事情 是啊 就是朱立倫是有拿資料給他看 那邊就是有列了很多 比如法國的時候是怎麼做 德國的時候是怎麼做 然後各種各樣的情況 然後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在於是 其實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就是說你整個看這個大局 如果2024年 特別是國民黨 你真心誠意的認為說 2024年最重要的就是在於 如果讓賴清德民進黨 繼續當選的話 台灣真的是會面臨戰爭與和平的 這樣子的一個風險的 一個抉擇的時候 你放短來看 你這次假設 假設比民調的結果 你是輸給了 你是輸給了柯文哲 國民黨真的非常極有可能 四年 八年 你都沒有辦法推出總統候選人 可是如果說你們這一組組合出來的 藍白河 再野河的人 能夠打敗賴清德 能夠拿下總統的位子 然後組閣權交給國民黨的話 你不就是也為台灣爭取了和平的時間嗎 你不就是也達到了政權輪替的目的嗎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想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就不要太執著於說 這樣子的短暫時間的四年八年 你可能沒有辦法提總統候選人 剛才大佬講到的這些 的確都也是事實 就是說從柯文哲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其實在這場的選舉裡面 好 我如果說我未來選上了總統的話 我有什麼必要要去幫你 國民黨培養人 所以才要大家寫清楚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組閣權 就是交由國民黨的話 這樣子的話 這不是你幫不幫國民黨 培養人才的問題 而是你民眾黨你也沒人 你也推不出來 那麼多人拿去組閣 難道真的要像你之前的時候 柯文哲之前的時候 曾經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過一次 他後來有修正 他就今天我如果當選了總統之後 我要選這個國會最大黨的人 出來組閣 如果國會最大黨的是民進黨 他是不排除跟民進黨合作的 他後來有修正 但是今天當然如果說 他就是像蔡壁如委員所說的 第一個 他是以政權輪替 作為重要的目標 然後他也願意 就是以國民黨作為主力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可能在整合上面 還是有機會的 國民黨現在是想說 沒什麼了不起有些人 拚到底不行 我還是跟目前一樣 問題是賴清德當選總統 會讓你跟目前一樣嗎 而且我要 你認為真的這樣嗎 你還是什麼第二大黨 而且民進黨也會很慘 我不認為民進黨 可以從民進黨執政 拉到什麼好處 你民進黨 就算是八席 十席立委 你四年以後 你也是泡沫了 國民黨賴清德繼續幹 吃乾麻精 所有的資源都拿去 你認為你國民黨 還能夠混下去嗎 還能夠撐得下去嗎 好 那麼菲律賓 因為中非 中國跟菲律賓 兩個船去插撞 而且兩次 不只插撞 一次 所以南海情勢急升 怎麼回事 我們看 第一次中國海警船5203號 跟菲律賓承包一個補給船 這比較小了 撞了 第二次菲律賓就來個大船 海巡船 然後中國海上民兵船 這兩個 其實菲律賓比民兵船 還大一點 然後從中方這樣看 從飛方這樣看 所以視角不同 菲律賓就強烈譴責 說你中方什麼意思 過來撞我的船 然後菲律賓還召見中國的大使 說你們什麼意思 我們看看什麼意思 就原來在很久很久以前 國民黨時代 就畫了一個九段線 你看什麼九段 這紅的 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六段 七段 八段 九段 說這是我中國的領海 老共最近把它變成十段線 十段 反正都差不多 就這個範圍 範圍當然很大 所以這些什麼越南 馬來西亞 文萊這些國家 菲律賓就很不爽 畫到我們家門口來了 這邊是海南島 對不對 中國大陸 海南島 然後這邊有一個仁愛礁在這裡 這是出事在這個地方 他距菲律賓最近是200公里 距海南島1000公里 所以離菲律賓是比較近 所以菲律賓是我的 大陸說我們早就畫了 我畫 國民黨時代就畫了 所以大陸的外交不要求 拖走一個坐攤的軍艦 什麼叫坐攤的軍艦 就這個軍艦 你看破爛成這個樣子 這個軍艦是菲律賓跟美國人 買了一艘軍艦 用菲律賓最長的山來命名 然後再從1999年5月24年以前 然後菲律賓就把這破劍 就把它拖到仁愛礁那邊 把它放在那裡 然後軍艦宣布沒有廚藝 到現在沒有廚藝 因為它沒有廚藝 它是現役的 那表示菲律賓的主權 我的軍艦 我沒有廚藝 現役 主權延伸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菲律賓 所以想出這一招也滿聰明的 憑良心說 怎麼會想到這一招 但是這上面要有駐軍 總共派幾個兵在那裡 就要空投物資 用船補給物資 所以就補給物資給他 老公也就算了 你補給物資人 只要活 你不能不給人家吃 最近菲律賓又想了 這個船大概太舊了 不過就要加固 要把它弄堅固起來 老公說這事可忍 殊不可忍 你搞太過頭了吧 我就開始不准他 菲律賓就硬要過去 用船撞船 就我不打你 但是我撞你 撞就很頭痛 所以我常常講說 你不要以為是老公那個飛機 跟老美飛機 在南海上空車 都很接近等等 拿錢真的撞了 也不稀奇 他就給你撞 撞怎樣 當然船還好 在海上撞一撞 還不會沉 飛機撞就下來了 都很危險 這都是危險動作 所以他們就說 菲律賓是要製造一個 受害者形象 你明明擺一個破船那邊 對不對 搞這個偷刺步 他說我撞你 大陸的學者說 你菲律賓不要誤判行事 老美當然在那邊 所以你大陸這是危險行為 你什麼意思 現在美國 加拿大 歐洲 日本 全部挺菲律賓 就是你老公野蠻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公理 就是朋友 朋友就要相挺 我們看一下 時間是22號清晨6點04分 飛方所拍攝到的畫面顯示 補給船由那扎5月2號 已經相當靠近 閒號5203的大陸海警船 隨後兩船發生輕微碰撞 碰撞發生之後 兩艘船繼續各自往前移動 並沒有進一步衝突 而從空拍畫面來看 菲律賓軍方所委託的補給船 是船尾部分與大陸海警船的船頭發生碰撞 而同樣在仁愛礁附近海域 同一天早上8點13分 畫面右方的菲律賓編號4409海警船 船尾部分與一艘大陸漁船的右側發生擦撞 大陸說漁船當時是漂泊狀態 譴責菲律賓海警逗退路 刻意製造事端 一艘菲律賓海警船 有預謀主動倒車 未步同中方漁船七撞 批評飛鋒惡意碰� 製造時端 而大陸也對外公布兩段共59秒的影片 視角是從大陸海警船所拍攝 可以看到菲律賓運捕船從船頭經過 對於這兩起海上衝突 菲律賓指責中方船隻是刻意阻擋行為 予以最強烈譴責 南海問題除了造成中非兩國緊張 除了造成中非兩國緊張 南海問題 大陸媒體公布的這段最新影片 指責美國海軍神盾驅逐艦 曾在8月19號危險穿越 正在進行海上訓練的 中國艦艇編隊 楊永平 這個事情真的是最近 我覺得世界非常的不平靜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麼中非的這個人愛交的爭議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大家知道菲律賓在杜特地之前的 那個總統比較 就是菲律賓總統是這樣 在杜特地之前那個很親美 他當時還把領土爭議 提給國際法庭 法庭後來也是在美國人的控制底下 所以判決等於對菲律賓有利 可是大陸不承認那個判決 然後後來選擇的杜特地 他就比較反美 他認為美國人不可靠 他就非常的親中 然後杜特地非常親中的政權 結束之後 現在又回到一個很親美的政權 又要跟美國聯合起來等等 所以第一個那個部分 其實說來說去 還是有一個美中博弈的大背景 那麼第二個 這一次10月份 這次撞擊的事件 其實是這幾個月來 一系列的衝突 他並不是10月才開始的 其實他最靠近的一次 8月份也有一次衝突 8月份也有一次衝突 也是雙方對峙了5天之久 然後那個時候 再緊急去談判 才把它稍微比較平息 可是沒有想到10月份 現在又立刻發生 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的發生 相當的不妙 因為在8月的時候 還並沒有發生 這麼嚴重的以哈衝突 現在10月發生的這個時候 以哈衝突不但很嚴重 而且美國還嚴重的捲入 這個事情為什麼會 可能會影響這些事情的走勢 因為在上個禮拜 美國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聯合國 安理會巴西提出了一個 希望聯合國能夠決議促成 對 人道救援跟和平的 這樣的一個協議 固然有些國家 包含俄羅斯投棄權 美國是投否決權 美國他一投了否決權 等於你和平就無望了 美國在這件事情上 竟然去否決了以後 造成整個世界 特別是阿博世界 或者是覺得被欺壓的 第三世界各方面 大家這樣極度的不滿 所以美國突然變成一個 仲裁型的正當性削弱 削弱的同時 大陸又在這個時候開什麼 一帶一路的大高峰會議 然後又說多麼成功 普丁也特別跑去大陸等等 在這樣子的一種政治博弈的佈局 而且現在以他的衝突 顯見黎巴嫩的真主黨 會不會介入讓以色列兩面作戰 以及伊朗會不會被捲入 然後美國人疲於奔命的時候 那麼誰可以在這個區域跟菲律賓 還有大陸能夠保障 他們這個事情是可以和平落幕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第一個我們台海仍然是世界 危險的熱點區域 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 什麼叫擦槍走火 這種就是擦槍走火 當然這個中國大陸內部的輿論 他們現在有很多的民意 網民等等 事實上在批評解放軍的 這共軍太軟弱了 因為為什麼 他那個水炮就是沒有直射 菲律賓的船隻 他就射周邊 就像畫面幾年前 我們跟我們的漁船 跟日本的海防隊 在釣魚台附近對峙 日本海防隊那個水炮 也撒這個 噴上我們的漁船附近 同樣的 他就是沒有直接噴這個菲律賓漁船 所以中國這個海軍的部分 其實對於這個行動 有點克制 雖然網民也很不滿 或是說你不直接射 這個菲律賓的補給船 然後直接甚至直接去仁愛礁 把這個快要解體的這個救星券 直接拖走 直接拖走 所以中國大陸裡面 事實上他也要面臨到 內部的強硬派的壓力 內部強硬派的壓力 當然我覺得這部分 美國過去這兩三年 在菲律賓設置了新的三個基地 而且的位置上都比較靠近南海 所以他在這樣的部分 其實你在測試 美國現在尾巴這一塊 烏克蘭這一塊 在南海這一塊 美國還有沒有能力 再開第三個戰場 兩位也連伊朗都卷入的時候 對 有沒有能力再開第三個 如果美國這部分 都是對菲律賓也是口惠實不至 講一講 對於中國大陸對譴責等等 其實中國官方 其實對這事情 並沒有太大的感覺 不會說因為你的譴責 然後減緩他這個 這邊的南海的軍事行動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在觀察 在美國在四方開戰的時候 要去支援各式戰場的時候 對於亞洲的西太平洋的部分 他會怎麼講 甚至說甚至有一些學者 甚至看上個禮拜 說美國不支持台獨這塊 是不是也企圖在全球這部分 在台海給予降溫 來 這一個 世宣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對於我們台灣來講 要當作一個借鏡 其實剛剛趙大哥有提到 飛機的部分 其實前陣子如果大家記得 網路上有一個視頻 是美國的軍機在飛 中共的戰鬥機從它前面 直接橫向移動 飛過美國軍機 這當然是非常非常危險的動作 包括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船隻的相撞也是一樣 其實最擔心的 理論上台海 我們認為應該是不會有戰爭 但是插槍走火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 這個中共的戰鬥機 跟我們台灣戰鬥機 天天飛在一起 真的一個不小心 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不管美國也好 或者是菲律賓也好 甚至我們台灣 其實都應該把這個當作借鏡 不希望這樣的事情 在台海發生 好 那麼這個學者的分析 說這是要試探美國決心 看你美國會怎樣 我在想 你看 中國跟印度 兩個大國都是有核子彈的 他們在喜馬來亞山 那個邊境問題 是用石頭在砸有沒有 我家那個搞不好 都不用飛彈打 就用自己撞一撞看這樣 你不要笑 我現在舉個例子 假如老共飛機進來的 到我們上空 進了我們的領空 你打他嗎 打他你搞不好就有戰爭 那我們飛機上來怎麼辦 撞 我撞到你 我沒有飛彈打你 撞到你兩個都下來了 都跌下來了 然後不會引起戰爭 為什麼 說我撞你 說你打個飛彈看看 一定就兩岸就戰爭了 所以將來很多事情 我覺得他們都要去想 在什麼狀況之下 用什麼樣的方式 搞不好用肉身相搏 也是一種方式 謝龍介說 如果侯柯佩勝選的話 柯文哲 你不要當副總統 你可以當革軌 持續副總統 柯文哲說 發言前請先發六法全書 柯文哲你去翻翻六法全書 是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的第二條第七項 柯文哲應該翻翻六法全書 副總統缺位時 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 由立法院補選 繼任制原任期見滿為止 所以國民黨是有研究過的 就是副總統缺位 總統三個月內提名 提名一個候選人 沒關係 你柯文哲不做了對不對 你去當行政人員 我提名 提名一個人 然後立法院通過就可以 但是如果總統 副總統都缺位 行政委員長代理 然後就要補選 因為總統要再選 如果只是副總統缺位 是可以總統提名 由立法院通過 是可以的 柯文哲放心 可以的 好 來 玉政 我覺得謝龍介這個想法 其實是滿突破性的想法 而且滿好的 因為以現在的局勢來講 先不管總統 以立法院來講 我們大概 我大概那天也大概算了一下 在趙天林事件發生之前 國民黨加這個民眾黨是有可能 有很大的可能是過半 一定的 所以如果到時候缺位 由立法院補選的話 一樣還是在野 現在的在野陣營 可以 可以那個 可以決定說 這位副總統的人選 能不能通過 所以這是一個很 創造性的思考 現在大家都看到這個賴清德 民進黨真的是做得很差 然後那民調 就是賴清民調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上來 都在三十幾趴這樣 然後最近以來 又一直爆了很多的事情 連環爆 那百姓真的是都看不下去 問題是現在就掌握在這些 大人們的手上 那所以如果說像今天那個 侯市長說的這個D-Day 這個沒有回來 那回到正常 我覺得說大家就乾脆 真的就兩黨 或者包括這個 他們郭董事長一起 大家看定幾天幾夜 你們就坐在那邊 好好的談把國家的未來彈出來 關在金門 那他們在哪個地方 就真的大家是為了國家 關在金門 談不好不准回臺灣 不讓他們回來 我補充一個就是說 現在這個國民黨跟民眾 真的是非常的缺乏互信 然後柯文哲講話 就嘴巴就是很 就是講話很難聽 所以搞得這個國民黨 也很多人都很不爽 然後其中有一個 就在於是說 如果說今天雙方能夠協商出一個 最好的一個慎選的方程式 就是說非常慎常是 然後由國民黨來組閣的話 這趙先生的提議 那很多的國民黨的人都不相信 他就覺得說 柯文哲 他這個當選的時候 一定會就全部都拿走了 都會整碗捧去 他不會給他 他會翻臉的 我就覺得國民黨的人 真的是也是很奇怪 國民黨是塑膠嗎 就是說怎麼會那麼沒出席 就是說你今天假設 你們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當選了 然後白紙黑字寫下來 就是國民黨有阻隔權 結果柯文哲竟然還翻臉了 那你國民黨你就已經在立法院 有這麼多的席位 你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可以跟這個民進黨合作 你跟民進黨合作 你就杯葛所有的這個總統的 他要提來提案 我就不相信柯文哲不會就範 就是說國民黨的人為什麼 就是不會在這種策略上面 去靈活的去運用去設想 今天政黨之間的合作 本來就不是結婚 你本來就不是天長地久的事情 是因為柯文哲講了一個逼婚 所以侯友宜就講了一大串的 那種什麼男女的婚配來比喻 我覺得是好笑 但是就是有點不倫不類 政黨之間的合作 就跟國家 跟國家之間的關係一樣 就是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他只有永遠的利益 這個利益就是在一個 如何的取得符合彼此的 最大的利益的情形之下 你現在的現階段來講 你本來就是要結合 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你先達成階段性目標 以後的狀況就見招拆招 我現在這樣 兩黨真的沒有互信 因為以前沒合作過 所以柯文哲 他也很怕國民黨吃掉他 對不對 黃珊珊 現在不是就是第一號嗎 認為說到時候跟以前 國親和那樣怎麼辦 親民黨現在都怕不怕 不過他們現在親民黨 不是 民主黨有一些人這樣講 怕國民黨吃掉他 國民黨有些人 也怕民眾黨吃掉他你知道嗎 說柯文哲自己吹油自己 智商一五九 這個軌跡多端 到時候我們一合作 把我們通通吃了 如果給他當總統還得了嗎 行政人不肯我們 這個也不肯我們那個 彼此真的彼此猜忌很大 但是我常常想說 你要這樣想 兩黨都要想說 那你讓賴清德繼續做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你讓賴清德繼續做 對不對 我也不認為民眾黨 會炒到什麼便宜 你就是那麼幾席立委 四年以後就泡沫化了 國民黨 民進黨執政 把國民黨整得還不夠慘 你還要讓他繼續做 所以你們都想些什麼 對不對 就想說不行 柯文哲會把我吃掉 柯文哲在那邊想說 不行 國民黨會把我泡沫化 就想這個 來 俊宜 你該講就講完 我 你民進黨很講 民進黨沒有那麼心肝壞 說什麼要讓你們這個 好像鬥得很厲害 互咬得很厲害 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是 兩家人說做好最好的準備 因為我們最硬的仗就是藍白河 就這麼簡單 那你做最好的準備 當然就是準備要跟藍白河 一決上下 一決勝負 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 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來就是說 因為這個事情我在兩個月前 我大概在這邊我就提出來說 我怕我們的噩夢就是真的會來 就是藍白河 你說只有20幾% 30%的人 我跟你講 他這個表現出來 是對你們現在的做法不滿 不是沒有期待這個事 不管怎麼樣講 就是說好 如果藍白河成功的話 民進黨最硬的仗擺在前面 要怎麼打 35%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突破不了40 進不了50 上不了60 為什麼 切成這自己 不是不清楚 你就是靠基本盤 他沒有檢討 他一直說他去檢討 他自己清楚 他清楚 所以他參戰 他參選的第一個講話 就點出他要改革的方向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嗎 他幹了主席不是第一個講話 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翻出來看一看 但是現在又都不一樣的講話 黑金是國民黨的問題 光電是國民黨的問題 抗中保台 賣國 我跟你講 立委 我們要冷靜下來 民進黨要冷靜下來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藍白河的這個硬仗 誰最清楚 趙少剛最清楚 他藍白河的破綻 他也很清楚 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講 我們先做好最好準備 準備什麼 你不能打派系之戰 你知道嗎 現在地方在盛傳一件事 就是說這一場 賴清德的選舉 是新潮流自己在選 那你完蛋你知道嗎 你這個怎麼做好 最好準備 不要說再檢討到 很多政策的調整 人事的調整 這個蔡英文要不要配合 還是一個大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沒有在做 打這個跟藍白河對戰的準備 因為剛剛俊兄講得沒錯 藍白如果合的話 一方面藍白的士氣都會起來 立委一定會選得很好 因為大家願意去投票了 第二點 這是民進黨有人跟我講 親民進黨的 說除了新潮流以外 其他派系也會來支持 都會樂觀其成 因為你說不合 其他派系覺得不會贏 那他就不動 如果說可能會贏 討厭新潮流的民進黨人 都可能會動 來 姿泽 是 我認為確實是應該要大局為重 以民為念 尤其當這麼多的 這麼高的民意 一半甚至六成以上的民意 都希望政黨輪替 我們怎麼好意思讓賴清德躺著選 所以當民進黨貪污腐敗接連不斷 連現在都還有鄭文燦 趙天玲 這種案子還出來 如果還撼動不了這場選舉 我覺得大家會 恐怕會讓選民失望 所以我一樣 我認為還沒有到絕望之處 政黨協商是不是還有一線曙光 還有一扇窗 我覺得大家都要秉持著 最高的誠意跟善意 我覺得大家要靠智慧 尤其不要辜負了所有的民意 對 我完全之前趙大哥 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藍白河最大的意義 雖然中間會有一些人 因為不喜歡彼此 然後就不要出來投 可是最大的部分 當然大家看到 可以打敗民進黨的時候 海外的很多人都願意 攪走出來 願意投下那一票 我覺得這是藍白河最大的意義 所以真的是不用去管他 到底目前是如何 而且剛剛軍英雄 也特別提到賴清德 他上來他說要改革 結果他是用話語去改革 88槍變成國民黨的 然後他當初一樣堅持著學倫 堅持著品性 這些所謂品德 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他完全神隱 所以他只是用嘴巴的方法 來做一個改革 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這樣子的一個黨主席 像這樣的候選人 我覺得我們如果沒有把趴 這樣子讓他下台 我真的真的是 也對不起後代子孫 我想賴副總統 最近很多言行 就讓大家開始失望失落 特別是對那個女學生講說 你舉出我們哪裡有什麼貪腐 哪裡有什麼閉端 像這種的一個公開的形式講話 都可以這樣子親戚過關 表示一種他說 你們藍白不會合 反正我就是躺著學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他自己整個知道 民進黨很多都是已經爛了 這個對他來講要力挽狂難 我覺得壓力負擔也是滿重的 藍白至少要想出賴清德在笑容 還沒合就吵 合了怎麼辦 光憑這一點 你們要合起來才對 對不對 玉尊 對啊 你看 我們看這個TVB審明掉 現在這個結果 侯跟柯是幾乎是打平的 侯友宜說台灣要贏 不能只想到自己 沒有辦法感受到柯文哲的誠意 柯文哲有誠意嗎 為什麼要排斥我 所以剛剛有講了 如果說全民調跟民主主義 各辦的話柯文哲說 批霜換半罐吃還是 這是講他自己 什麼意思就是說 如果民調的話 因為現在民調的話 現在露齒最首真的不知道是誰 因為有贏有輸 就算我們看就是 TBS已經用了一半手機做民調了 柯文哲也不會贏 贏侯友宜兩個三個百分點 幾乎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這樣假定好了 說民調柯文哲贏三個百分點 然後去做民主初選 國民黨起碼贏十個二十個百分點 因為民主黨沒有辦法動員 你那個什麼73個投票所 一定是國民黨贏 國民黨至少怎麼樣 還是有地方黨部能夠動員 所以柯文哲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你用民主初選 我等於喝了一瓶批霜 我不會贏的 如果說是各辦 我還是不會贏的 所以他既然不會贏 他怎麼會跟你玩這個東西 你自己想想看 所以國民黨一定要想到 柯文哲不會跟你玩這個的 你就一定要這樣的話 柯文哲他就不會玩了 因為玩他也是輸 總統也是你 阻隔拳也是你 他跟你合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換位 朱立倫叫柯文哲換位 柯文哲應該叫朱立倫你也換位 彼此想想看 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大家都能夠接受 那朱立倫就說 發脾氣現在是婚前症候群 柯文哲說我是醫學博士 沒有聽過這其實有的對不對 有 我心理學博士我聽過 有啦 有啦 因為很多人結婚以前就有點緊張 或是反悔什麼逃婚 有人接很多次 在結婚前都不幹了 不是有這種電影 你記得嗎 反正就是 我說心理學有聽過 好吧 那說侯友宇今天沒有行程 所以是在家等待迎親 這也亂扯了 柯文哲面露尷尬 因為記者問柯文哲的 所以人家侯友宇在家等待迎親 你要許你了 沉默六秒鐘 另外記者問 說你柯文哲你是不是想跟韓國一配 柯文哲說是朱立倫告訴你們的 所以表示柯文哲跟朱立倫講過 說我不要何友宇跟韓國一 我是可以配 跟柯智英我也可以配 沒有 但是問題在這邊 就是說你現在國民黨 不可能把何友宇換掉 他是經過一個程序出來的 對不對 也不是不可能 我告訴你一種可能 就是說好 今天他們去 不管你們什麼方式 按照這個程序出來以後 柯文哲是正的 何友宇說我不要作副的 我是何友我也不要作你副的 我去當新北市長多好 我不要作副 或是我去組閣 我要當行政院長 所以我不要作副的 如果柯文哲 這是說假定這個程序出來 柯文哲是正的 何友宇是副的 何友宇自願說我不要作副的 這個時候 好 那要誰作副的 可能柯文哲就要跟國民黨商量 是不是韓國瑜 是不是柯智英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假如柯文哲 何友宇說我就是要作副的 我也願意 甘之如矣 你怎麼換 不可能換 對不對 或是說 如果說柯文哲 侯友宇變正的了 柯文哲說 我不要作副的 不行 我覺得一定要講好 如果侯友宇變正 你柯文哲非作副的不可 否則他就不要搞了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不做還搞什麼東西 或是另外一種 就是說大家算 一拍桌子兩散 各搞各的 那之所以你柯文哲 可能去找什麼Rose 對不對 Rose中文叫什麼 周開蓮 周開蓮去做副的 那這時候侯友宜去找韓國瑜做副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或是找柯智英做副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或是說這個 或是柯文哲要找韓國瑜做副的 那之後看韓國瑜怎麼決定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是沒有和 和在一起的話 那現在第一個選擇 就是侯友宜 怎麼可能是跟你 而且侯友宜為什麼一定副的 現在都不知道 大概是這樣子 那柯比大驚說 是朱立倫講的是不是 要跟韓國瑜配 到底怎麼回事 那另外這個科辦報說 侯友宜私下堅持當政的 所以現在說他可以當政 可以當副是假的 因為私下他就是要當政的 所以他那個辦法出來 也是他會贏他當政的 那說侯友宜並沒有當副的選項 並沒有這樣子 侯友宜說 柯 侯在同一張選票 才是藍白河 如果說都不成 昨天我看他們講 就要進入政黨協商 我認為如果現在談不成 政黨協商要談成也很不容易 你有什麼方式 你找一個辦法出來誰做誰付 你不能說政黨協商 我們就讓你指定 朱立倫說我指定你正 指定你付 這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來 我個人覺得說 的確像基層是極度的一個焦慮 但是大家都在問藍白藍白 可是經過這幾天之後 其實也有聽到更多的聲音 就是說 別嚇壞了 差到這樣 這樣真的是 起屁尾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 如果 我是反映說很多不同的一個聲音 不過我覺得大家最焦慮的是 或是覺得最疑惑就是 柯文哲他所提出的一個條件 除了全民調之外 全民調你當說佔比多少 這都可以討論 可是他去告訴大家說 如果是負的話 那一定就是 國民黨只有推薦權 所以可能不是 國民黨的人 那如果是侯友宜的話 那柯文哲覺得 他可能就退選 就讓侯友宜自己 就是跟賴清德一對一 那對我們來說 剛剛已經擺得很清楚 柯侯或是侯柯 這才是一個大家認為 他要從民調裡面顯示 這才是一個勝利的組合 那柯文哲這兩項 只要他贏的話 基本上 藍白是不可能合的 那你在這個前提之下面 請問這怎麼樣談下去 還不是在於比率 或是民主初選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透過政黨的一個層次來協商 因為以朱立倫 或是跟柯文哲過去同一屆 然後也有很多的一個私交 他們可能只會是在立委的席次 上面去做文章 但是大家最關切的 因為每個人都已經講過了 這次一定是投總統順便投立委 不會為了某一個立委 去投這張選票 所以我還是強調說 目前為止真的還沒有破局 就看高層是不是 真的就看 把這樣的遊戲規則 彼此各退一步之後 該怎麼樣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目前大家所想看到 藍白現在看起來不容易結婚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藍白談判大限就在今天 這個婚到底要不要結 那你說經過一個晚上 有沒有考慮要結婚 你想想看喔 你在報紙上 看到你的名字 要被放到一個結婚證書上面 然後你視線不知道 好啦好啦 我會想辦法應付 結婚對象是不是你 柯文哲依舊舉旗不定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說 這是典型婚前症候群 你說朱立倫說什麼 朱立倫說你這是典型的婚前症候群 奇怪 我也是醫學博士 我怎麼沒有聽過這個名聲 藍營飯豬婚期相逼 柯文哲則是平打太極 但不管是侯正營提出的民主初選 或是初選民調各半 柯文哲似乎都沒讓步打算 一罐披霜喝下去會死 那時候那喝半罐就可以 還是死掉 接受全民調我們就跟他比 柯市長當然做謀不定 他也沒有一個方向 我們當然是做最好的準備 但是會做最壞的打算 未到最後關頭 絕不輕言放棄合作 一個是不到最後一刻不放棄 一個則是不決定 就看誰先撐不下去 像您到底怎樣 形勢上當然還是要努力合 因為不管是民調顯示的 要換政黨輪替 能夠有四咖都的機會 是不可能贏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是 基本的common sense 要回到一個努力促成的機率上面 那現在的增值點跟 很多程序上對接不起來的部分 有一部分當然有我們主觀 以小黨來講我們設定的利弊分析 這個我覺得主要的利基點 還是在一個小黨的生存 然後小黨參與到總統大選中 還有什麼樣的機會 可以同時讓黨也發展起來 然後這一次也能夠政黨人體 這是高度不可能的任務之下 有一個在野整合的一個氛圍 一直在民間瀰漫 但是我自己昨天在看到 侯市長的報紙頭條就是說 今天是Dayline 昨天辦公室就很多電話也打來 其實是不太滿的 就是說幹嘛設定時間 給我們 要回應他 所以各有各的支持者 在對昨天的那個事情 有一些回應 所以昨天下午柯P 才又先開記者會 然後到了傍晚 朱主席也開個記者會 然後到了今天早上柯P 也要再開個記者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越來越多的 這種密度 那當然張力或者是聲音 越來越多重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 是在趨近中 趨近 對 你是最樂觀的 我認為那個趨近 來自於說那個方法 因為柯P是 他是姓柯 柯P就是很喜歡科學 然後科學帶來的一種比較理性 不會被個人情緒引導 他最怕他自己有時候 用情緒做決定 那不常常用情緒做決定 所以今天這個 你們這個民調 民調的資料 也可能就已經類似說 拿回去給他看 是 我會 我會 就是說這個以全民調概念下 這已經是幾乎一半一半手機 然後又只有民調 不可能全部手機 沒有到這個民主初選 那這樣的一個數據 就剛好發生在這一兩天 大家還有點心悔意忍的時候 還有這個29跟26 加起來也超過我們賴副總統 所以我說 倒過來想就是說 大家在這個撐撐到最後 把這一邊盤做大 那到什麼時機點 是鄭跟富這件事情 我倒覺得 兩邊的各自支持者 會比較平靜一點 因為現在就是說 鄭跟富搶得很明確 就是在講我們還在嗎 我們還是不是一個程序上 推出來的主體 但是到最後這樣的一個 時間上面 是這一塊餅是真的扎實嗎 不會跑走嗎 有機會真的正腦輪替嗎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氛圍下 我覺得柯P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這部分我是覺得 不用太悲觀的看這個事情 謝龍健今天透露一個訊息 據說了 據說國民黨跟柯文哲 在協商就有說了 如果是侯柯佩 如果民調的結果侯贏了 侯柯佩 你當副總統 你不想當副總統對不對 我們先選 選上不想當副總統 你可以辭副總統 辭副總統你可以組閣 你當隔魁 這是謝龍健今天說的 如果侯柯佩勝選 柯文哲想當隔魁 可以辭去副總統 然後你去當隔魁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 民調顯示 民眾對於期待藍白河了 但是又覺得不抱信心 藍軒怎麼看 對 我覺得現在已經亂成一鍋 多周了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接近六成的人 都希望下架民進黨 但是也有接近六成的人 都不表樂觀 現在的話 藍白一直在講什麼逼婚 騙婚 綠營一直在講什麼外遇 劈腿 還一路劈到這個大陸去 你不覺得現在的選情 已經亂到亂七八糟了 但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為什麼賴清真 那麼積極的要出手 我認為他知道 不但是總統大選萬一藍白河 他就不見得是一個穩操證券之外 立委選舉當中 你看最近那些民調 其實目前三分天下的狀況 非常的明顯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他要握有國會的多數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包括像是連這個新民調基金會 就是尤雲東的那個 他們在查說要下架民進黨的調查 連臺南跟高雄都過半數認為 要下架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的危機 來得這麼的 他們自己的危機來得這麼的深 反觀這個菲律陣營 還這樣子家家戶戶戶的 一直弄不成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臺灣人的宿命 如果真的是 我坦白講我覺得大部分 臺灣人是會覺得憤怒的 所以目前狀況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過去我會認為說 一段時間以來 國民黨當當沒有去把副手 作為一個他可能的選項的時候 我認為國民黨根本沒有誠意要談 但是我覺得這段時間以來 我其實問題是出在柯文哲身上 因為當國民黨已經說了 我認為我可以不要當政的時候 代表國民黨相對程度已經退讓了 那柯文哲可以說 那你說這個退讓是假的 因為你的民調跟你的出險 這個比例我不贊成 但我覺得對於柯文哲來說 那你不贊成就談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因為對雙方來看的話 很明顯的民調目前看起來 是有利於柯文哲的 所以國民黨照理來說 他不會想讓 初選重點來說 是有利於國民黨的 所以柯文哲不會想讓 但現在走到現在此時此刻為止 國民黨在民調上他願意讓 他承認你民調比較高 所以萬一萬一我要作為負責 我同意 那所以回過頭來看 那現在柯文哲 他就必須要去面對初選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當他把這個 初選行為批雙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柯文哲根本不想和 我覺得目前柯文哲根本不想和 他最大的關鍵點在於說 他認為靠他自己可以贏 管他是什麼配什麼周開蓮 管他配什麼郭台銘 我是不覺得有配韓國瑜 我覺得昨天那個場合 如果大家回過頭去看 那個媒體提問之後 柯文哲的表情 以及黃珊珊的表情 黃珊珊當場是笑開來的 他就覺得你總有這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像花絮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他認為 其實我不需要你侯友宜 我自己就可以 但是問題在說 你自己就可以的話 你的盤算 我覺得他的自信到底哪裡來 因為你自己就可以的意思 代表說 侯友宜繼續參選 那繼續參選的話 我覺得就像趙先生一直在講的 一定三分天下 一定賴清德贏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面來說 我認為柯文哲 必須要去正視這件事情 就你以為你可能贏 但是總有機率不會贏 但是如果說當國民兩黨合的時候 藍白合的時候 我認為贏的機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某個程度來說 我覺得要退一步 就是說當你發現說 除非你說要政黨對談 我不認為政黨談判 你連這一張選票當中 兩個人放在上面 你都談不成了 你柯文哲講說政黨談判 不可能談得成的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 他最大的問題在於 他過度自信 但是這個自信本身 他經不起考驗 而且這個考驗如果說是以總統大選 那一天為考驗 那萬一輸了呢 那難不成他要去背負這個責任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 是要智慧的 當柯文哲沒有智慧的時候 國民黨目前看起來 算是有點退讓 柯文哲不退 沒有辦法談的 基本上柯文哲的意思說 如果他去跟賴慶德對他會贏 侯友也可以講 我如果跟賴慶德一堆 我也會贏 問題是柯文哲 還有第三組人 對 柯文哲不管搭的韓國瑜或搭的誰 或搭的肉 走開臉去比賽 侯友宜還在那裡 是啊 你侯友宜不可能少於百分之十五 少於百分之二十 你不可能把他量在那個地方 當侯友宜有一定的基本票的時候 你這是數學 你就不會贏 那當然柯文哲現在可能對政黨協商 有一點爆一點奇大 是因為金普聰不在 柯文哲說三個人 基本咖我朱立倫侯友宜 那個柯文哲 我朱立倫侯友宜 所以換句話中間沒有提到金普聰 所以是不是 柯文哲他們一直認為說 是金普聰在中間 所以談不成 所以沒有金普聰我就談得成了 到底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你們是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我覺得 今天剛剛的討論 其實一個好的方向是什麼 大家是有共識要合作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 藍先說柯文哲跟我們沒有合作 柯文哲要不要想 想不想合作 我來說我們來客觀的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組合 可以做到政黨問題 我們來客觀分析第一個藍白配 柯的年輕人真的很難 藍白配的話 柯的年輕人真的很難轉移到猴的身上 所以假設說藍白配 勝負是未定的 也許是伯仲之間 但是我們今天換過來 如果說是白藍配 國民黨他現在目標的方向是什麼 重返執政對吧 但是如果說兩權傷害取其輕 假設說今天可以接受的範圍叫做政黨問題 那今天假設說白藍配的話 也許是聖券在握啊 而且是百分之百 甚至是九十趴以上 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們還是要客觀的討論 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現在有共識是說要合作 絕對贏對不對 只是說現在到底怎麼配 可以讓我們的選票極大化 甚至是席次極大化 我覺得大家反而是說 為什麼今天像我個人 像剛剛可能小龍哥 可能比較悲觀一點 但我個人是很樂觀的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 剛剛邵康哥有說到了 現在政黨協商 政黨協商 不管是今天新北市議會 或是臺北市議會 政黨協商最終一定會有一個 是大家都能夠接受 而且圓滿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在這塊 大家反而是想說 今天要重返執政的狀態之下 柯文哲也講囉 今天如果我們要來推 所謂的聯合政府 國民黨也是主力啊 這是柯文哲在媒體上面 直接透過媒體官方直接說的這樣出來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如果說今天白藍配 是勝券在握的狀態之下 也許 也許我覺得你可以看到 民眾黨也不可能歸往旁 我相信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因為事實上侯友宜 最近跟朱立雄共同的說法 就是說他有不排斥白藍配了 就反過來是白藍配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 對柯文哲來說 如果他真的是打算願意做上談判桌 你就直接談嗎 你的民調加速點不要五比五 那這樣子六比四要不要 七比三要不要 他一直堅持全民調 他百分之十都不要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覺得公平正義是一個普世價值 所以在這遊戲規則下 其實我覺得就是兩邊都能接受 不如政黨 我們現在就政黨協商 大家進入討論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方向跟目標 二零二四非典型的政黨輪替 如果可以達成 重返執政不是沒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客觀理性來看 二零二四的目標是什麼 政黨輪替 拉下新黨國 拉下新潮流 大家如果方向是一致的話 你是這樣想 柯文哲是不是這樣想 柯文哲到底想不想合作 你可以看他今天已經談了這麼多了 包含到這麼多次派出那麼多人 包含到說我們在地方 連柯文哲都說 能夠站台也不排斥啊 但是重點是國民黨設的一個 兼臂親眼的派出 建台是立委選舉 總統選舉層次看他不打算合作 真平講的那麼多 其實完全看得出來就是柯文哲想要 以小吃大 想要以小博大 沒有辦法 長起來都是這樣子 其實國民黨要思考一下 民進黨被柯文哲吸血這麼久 真的非常痛苦 所以就我們的經驗來說 大家應該要做一個參考 那就我來看 我是覺得我還蠻認同 所以民進黨覺得被柯文哲吸血很久了 是啊 是啊 你看他把我們弄得這麼樣的困擾 你們全面指證你還覺得被吸血了嗎 我覺得沒有沒有 在過去八年的期間 確實我們覺得跟他的合作當中是個很大的 這個這個我反駁一下 因為在台北市政府執政的狀態之下 柯文哲是不分黨派 我相信你去問所有民進黨的議員 只要他提的政策方向是對的 柯文哲也是全力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點點 有更要去套上這個標籤 所以你看台北市 我相信連洪威姐都知道 柯文哲在執政方面 是完全沒有在合黨派的 柯文哲做出的執政真的是不好 不然就不會每天天下雜誌或遠見雜誌 他的排名都這麼後面 我想台北市民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的執政我們先不討論 先討論藍白河這件事情 我非常認同 柯文哲也講了一句話 他說現在藍白河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理念上的討論 完全是位子上的分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一直沒有辦法促成藍白河真正的原因 因為彼此之間並沒有真的要討論理念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柯文哲是不想要跟侯友宜合的 第一是我們覺得他眼睛長在頭頂上 一個至上157的人怎麼可能接受侯友宜這樣 連草都沒有的草包呢 那所以我們在裡面很明確的看到 柯文哲對他來說 最大的利益其實是三黨在國會 都不要過半 因為柯文哲其實自己也知道 他要當政的實在是太困難 國民黨泱泱泱大黨百年大黨 怎麼可能讓他當政的 所以對他來說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不斷的吵鬧的過程中 就吸走更多國民黨的票 只要侯友宜表現得不夠好 他就可以不斷的吸 就像我剛剛說的 民進黨就是被蚕食侵吞 大概就這個概念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柯文哲只是想要利用國民黨 做他的墊腳石 那所以反觀這件事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侯友宜到現在 在這個長這個藍白河的過程中 像一個小女子一樣 一直說你要不要娶我等等的 這樣的說法還有點嬌羞 說實在我都很想要問 我們所謂新北的漢子去哪裡了 那如果他真的願意當一個副手 那現在我們的新北市正在 進行這個總質詢 那你既然既然當副手 你沒有一個實權 你是不是應該回到議會來接受監督呢 如果你連新北市民 對新北市民的承諾你都做不到 你如何承諾全國 你可以把事情做得好 你如何在藍白河的承諾裡面 被這個所謂的白就來信任 那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甄宜 讓我不想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看 有沒有發現 剛剛民進黨的套路是什麼 就是說你們現在就是政治分章 你們沒有理念 所以他們用所謂的政治分章 來毀滅藍白河的正當性 可是我沒有聽到任何的理念 剛剛你這樣說 你怎麼會沒有理念呢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權責相當 我們要朝向內閣制 我們要推向聯合政府 我們沒有再跟你下架民進黨 我們要上架的是聯合政府 你講的這個政府 也是一種合作的方式 之前有一個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你用權位來分章 鄭重的民進黨嚇懷 民進黨現在說的是什麼 你看你們就是沒有理念 沒有價值 你們就是權位分章 你們共同的政策在哪裡呢 所以我就說了 明天我們就會開 所謂的聯合政府 還有我們的隔魁同意權 還有如何在息事最大化的狀態下 明天台灣民眾黨柯文哲辦公室 我們就要提出相關的記者會了 所以民進黨不要再用你們認為的標籤 來貼上去 不要用你們認為的所謂政治分章 真正的政治分章 就是像你們這樣子 各做派系相互這樣吞噬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還是必須說 不要鄭重民進黨的下懷 來毀滅我們所謂合作的正當性 不過當然剛剛韋山講的是 共同理念也很重要 所以我我一直建議說 你們就把內閣制作為共同的一個目標 因為何柯瑜也贊成內閣制 甚至郭才銘也不反對 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 也贊成內閣制 那柯文哲就這麼堅持內閣制 就是內閣制 這次選舉把它當成一個 政治體制的一個總投票 來表決看大家贊不贊成內閣制 從不算那兩 kom 對方的一個人 示範 對方 對方 就好 來拍照 總結束 要照片 來拍照 只會 你 aff燃